歡迎來到妄想世界,今天又講一下經濟、樓市、股市 今天都頗有趣,這幾天就出了一些就業數據,非常之差 美國那邊的新增職位少了一半 接下來大家在猜不加息,所以股市立即有反應,你看到港股很厲害,上去萬點 是不是入市的機會呢?現在不加息了,會不會是入市機會呢? 樓市是否會大跌呢?為什麼呢? 如果樓市大跌的因素呢,我可以數到有六、七個 譬如加息、供應大增、樓價賣不出、就業又不好、又會戰爭、又沒有江衰、中國又衰退、工廠又外移、資金又外流 其實你如果聽了那麼多,你一定不會買物業 但是正正就是這樣,你應該買物業 那你會說,有很多人都拿中國和日本和美國去比較 那這個也是不對的,很少人會說這件事 原來中國走了一條路,又不是美國,又不是日本 日本你會聽到,失落二十年了 我最常見的謬誤就是,很多人會拿中國和日本來比較 這失落二十年,中國一定會進入這失落二十年 其實不是的 他走了一條路,又不是美國,又不是日本 他用很短時間,三十年左右,就追過了日本 所以他是一個很獨特的經濟體 你看完這些東西,你一定不會買房子 但是偏偏就是,物業是繼續升的 我看不到一個地區,物業是跌的 那你想一下,年最差的台灣 台灣,很多人都說,那個人工是沒有加過 那麼多年,你發覺那個人工是沒有加過的 但是呢,在這段時間,COVID的時候 台灣的樓價不是下跌的,是倒轉升的 你說的是,7點幾個巴仙,或者最厲害的 是升20幾個巴仙 是很誇張的 香港是唯一的 我認識很多朋友,很聰明 一早就沽了一層樓 然後就去入股市買貨 誰知最終的結果,是輸了一半以上 他賺回來的錢,都全部倒進股票 那所以呢,對於這個不加息的看法 我又不是這樣看的 那,當時呢,我很早之前已經講完這些東西 其實發生了 大家可以看完這些片 我說,樓市不會跌一半 那麼最終去調整,大概是一成幾左右 那麼就看看你什麼區 其實這幾個月,短短這幾個月呢 已經升了7%了,有很多地方是大幅反彈的 那麼這些是事實來的 那麼接下來呢 我的預測呢 又是更加奇怪的 你一開始看,是不會相信的 其實我已經幾年前說,叫大家不要移民 就是香港呢 是會急速反彈的 很短時間就會急速反彈 我已經說了很多因素,為什麼 有很多片,自己看回 那麼你會聽到現在這麼多這些因素呢 其實呢 大部分都不成立 但是你要看得很仔細才知道 你不是這麼簡單 而且 中國現在這個問題 資金外流這個問題 正正就是美國的相反 你這樣去看你就知道 你看看中國和美國的比較你就知道 看上去好像是中國很多資金外流 其實並不是 而且很難外流 這個是我親身的經歷 就是 這裡全部的資料都是我親身經歷 所以外面大部分人說的那套 還有實際真的在做的那套 是兩個世界來的 如果你還沒訂閱 記得按個讚訂閱 看看我現在之後說的那套 對不對 那之前那幾年說的那套 全部都中了 最近我都跟大家說 留意的失業率一定是上升 我Patreon裡面說了很多次的 失業率是一定上升 但是不是不應該買樓呢 又不是的 那很多人呢 都說 一路的那些年輕人 有一些就說 我不會靠父母的 我不買住 有很多人就 最終隔了幾年之後 他仍然是靠父母的 而且呢 他還要 問父母借得更加多錢 原本我借少少就上車 誰知隔了幾年之後 要更加多錢才上車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實際的操作 和幻想是不同的 那對我來說 我當然是想 喂 那些樓價大跌啊 可以很容易上車啊 不用 不用 煩啊 這樣 也有很多人 因為 覺得 那房子三十年 很久啊 或者什麼 一世人 我不會扔錢下去的 這樣 那正正就是這些人 到現在都沒有有房子 他生活都是好混水的 買股票又輸股票 其實現在你這陣子 大家看到的 就是大家反映到 Expect 有期望就是不加息 加息 加息的真正原因 其實我已經寫了一段 很詳細 美國為什麼要加息 還有我還在Patreon裡面 講了很多次 是不會加很多息 現在已經全部發生了 但不加息是否好消息呢? 不加息是經濟衰退的開始 正正是經濟衰退的開始 樓市會不會大跌呢? 其實樓市是不會大跌的 如果是因為你說的上面的所有因素 我都有解釋 我可以完全解釋為何這些因素樓市都不會大跌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些全部都不是這個因素 如果你想著樓市會大跌 我想你也會失望 由那時候COVID開始 社會運動開始 我已經說不會大跌 結果真的不會大跌 如果你說跌一成多是大跌的話 股市跌四十幾個百分比 跌幅是兩倍至三倍以上 股市真的大跌了 科技股、比特幣等 我叫大家很小心不要去買 所以為何很少人 流到錢 或者在投資上賺到錢 是合理的 因為如果大部分人都對的話 這些狀態 我只是這樣數 都有六七個因素 你沒理由會買樓的 但正正就是買樓 反而是最安全的 還有如果這幾個因素 都考慮過之後 你還會買的話 是極之少數的 還有買樓和買股票 是有很大的分別 是有很大的分別 現在你買股票 你詳細一點留意 可能很少人留意 其實裡面的股票大部分都是跌的 只是其中有幾隻是升的 這個現象已經出現了 這個現象 是跟上次經濟衰退前 是一模一樣的 我現在看不到任何一個因素 是跟上次的經濟衰退有什麼不同 收入率飆升 減息 好了 究竟減息 為何反而是經濟衰退呢 你就不要倒轉看 應該是經濟衰退 所以它要減息 所以現在是一個很風險的狀態 即是一個經濟很嚴峻的時期 即是不能掉以輕生 你看上去 不是呀 股市都是升的 這些情況 是最容易引人進去 是入市的 當然是有理據 所以我很建議大家看回那段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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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基本上 究竟是怎麼運作 銀行是怎麼賺錢 銀行的 長短息差是怎麼賺錢 那當你這個 息差 是正常回的時候 就是 風險最高的時候 因為 銀行的基礎 銀行的特性 都是 跟一般的機構是不同 所以這個非農就業差 其實是一個 非常之不好的信息 就是 大家以為 喂 會救市 那個股市就升 這樣 這樣又不是 正正就是標誌著 現在 危機剛剛開始 看上去是看不到的 或者這段時間 已經引了很多人 散戶在那裡進場 反而 機構投資者 是退場 是走的 現在是散戶接市 接下去 喏 這個 我不知道去多久 那些散戶會衝多久 可能再升一個月兩個月 但是 是不能夠持續的 因為大戶不入的時候 你怎樣 怎樣說 怎樣減息 怎樣都好 市都是升不到的 這個就是我的理解 如果你想真的知道 我在Patreon裡面詳細說 我現在在這裡 簡單來說 就是會發生這些事 樓市不會大跌 反而 股市是很風險 風險已經凝聚著 股市簡單來說 就是做生意 在這段時間 你還是大手 就是一個重資產去投資的話 那你要小心 我只可以說這麽多 那 對不對都好 那你可以save下這個channel 留下 看一下 半年後 喂 你這樣講得對不對呢 這樣 聽回 看一下 是不是對還是錯呢 好 很有趣 不過 正正就是這樣 中國是跟其他國家的樓市是不同的 正正就是這樣 它的股市跟其他地方 亦都是不同的 那 投資注意風險 那 那 你是不是一定要買樓呢 那也都不是的 就是量力而為 就是我都 正正就是這樣說 因爲這段時間 比較有實力的人才上到斜 是極之困難 所以你不是專業投資者 很少會這段時間 是有興趣去上斜 或者去投資 但是呢 你要留意 就是那個銀行和你的運作 它是不同的 亦都 散戶和大戶做的做法也是不同的 所以爲什麽這段時間 就是我不會選擇股市先呢 這個是有原因 或者股市 你只可以 非常之短的操作 總之 對和不對 無需爭拗 很快你就會見到 但是不是這幾個月 可能是半年後 很快就見到那個情況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這樣 留意一下 關注一下 遲些看看對不對 其實不需要爭拗 但是呢 如果你有觀點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討論 我相信呢 是很少人 我想少過一半的人 可能只有兩三成人 會贊同這個觀點 但是這個觀點 你不需要相信 亦都跟之前說的一模一樣 我之前那時說 Tesla會大跌啊 Bitcoin會大跌啊 這些都是 Exceler一樣 我說樓市不會大跌啊 這些 發生了 現在在這個moment 都是沒有人相信的 但我不需要相信 只要我正確 很快你會看到的 現在你是看不到的 也都很少人會相信 如果你是相信的 或者什麼的 下面按個like 如果你是不相信的 下面呢 就多些這些info 去反駁我的看法 但是呢 繼續下去亦都會一樣 全球的所有核心區 年輕人仍然買不到樓 仍然覺得樓市貴 這件事呢 會繼續在這幾年 繼續出現 亦都不會逆轉 在這幾年 在這幾年